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芽奶爸 今天呢 我会分享给你们 我2024推荐的一些好喝威士忌 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按赞 留言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 super thanks 那我这个麦芽奶爸的频道 今天就是满三年 我是想先 谢谢你们有在收看我的影片 然后也是顺便 谢谢我的订阅粉丝们 就是我是从2458 增加到4048个订阅粉丝们 有你们的支持 我就是非常的感谢 那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 我的频道 可是有在看我的影片 请麻烦订阅一下 因为这个是会帮助我的频道成长的 所以再一次谢谢你们 第二个成就 就是我今年有主办三个品酒会 两次在清清卫酒厂 然后一次在麦春 就是在台北 这个品酒会的经验是很棒 我觉得蛮开心 因为有遇到你们一些订阅者 然后后来也变成好朋友 然后有一起分享好久 讨论一些资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玩这个威士忌的一部分 第三个就是我 这个是我第二年的做这个 OZWA就是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的贡献者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国外那个Roy and Ralphie 就是一些苏格兰的老套 他们也是在做YouTube 他们今年做的越来越大 好像很多酒厂也开始认识 这个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所以我当一个贡献者是蛮开心的 也是很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方向 因为他们投票出来的那个一些好喝的威士忌 就是自由行的 就是很多各国的老套们 就是投票的 所以是自由行的 所以就是没有收费的 没有没有收广告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第四个就是我今年 我今年也是有采访到一些威士忌 酒界的有一些有趣的人 比如说就是胡志玄的胡歌 然后亭汉的Steven Parker 我认识这两个 就是感觉有收入一些资讯跟知识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我卖了奶爸 明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第一 我一定还是 还是会以消费者的角度来分享威士忌 可是呢 我也是可能会开始找 那个一些可以合作的的酒商 就是看看 然后你就可以在我的YouTube的频道 email我 然后第二个 我我也是在考虑 可能要再继续做品酒会 可是就是不知道要继续做 一样的品牌吗 什么酒款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 就是你们想喝到一些什么酒 什么酒款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起分享 一起 share 这样子可以喝到一些 可能你自己舍不得开的那瓶 然后第三 我会可能开始研究 那个包通 就是可是这个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是以会想要包那个比较清明价格 又好喝 那这个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然后第四 啊我会继续找一些有趣的人啊 那个来采访 所以我觉得采访认识一些酒界的一些啊 有兴趣的人是蛮好玩的 好 那我们来开始分享今年的一些威士忌推荐咯 那首先我们会看1000以内的威士忌 那我第四名我选 啊格兰蒂双桶 格兰蒂双桶就是有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更有调色 我觉得这次是CP值超高的 因为它价格大概才800 900的毫不硬款 然后它也是有px学历过桶的 然后如果你想喝那个 康贝尔镇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格兰蒂是有的 就是那种海风海水味 然后有很棒的柑橘果冠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1000内这个是不做合 可以试试看 第三名我会给鲤爵十年 这个吃有46.3%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更五条色 它那个尼美浓度就是35到40ppm之间 所以它算是一个中度 中度尼美浓度的威士忌 然后它的风格是也是有海风海水 然后有柠檬麦饼干的味道很香 如果你是一个常在喝威士忌的 然后没有喝过尼美 然后想踏入这个尼美的威士忌的世界 你可以用这个鲤爵来喝 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 就大概950到1000就可以找到 而且它CP值很高 因为它这些数字都是手工的样子 第二名就是白乐门 10年 这个就是有43%酒精浓度 有冷凝过力跟五条色 它这只就是一个很棒的入门威士忌 因为它酒精浓度比较温和一点 可是呢它也是有那种冤勋学历的味道 然后白乐门的风格 就是有那种老四杯塞区的风格 所以这个喝起来真的很舒服 老套跟新手 我认为可以接受这个风格 而且这个白乐门10年 就是1000内的威士忌 大概988这样子 然后喝起来很轻松很舒服 然后因为它也是有雪莉风味 所以有那种冤勋草莓果干 蜜健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次是很棒 原本这个就是我今年1000内的第一名 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威士忌突然 就是潮车了 好那今年我1000内的好喝威士忌 第一名就是艾伦十年 他就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式 然后没错 他好像我录这个影片之前 他就那个九条通就有叠价 我刹价到998块 所以我就赶快从1000到2000的那个选项 换到这个1000内的第一名 因为这只真的是他的品质都在 老涛都很喜欢这种铺音款的威士忌 然后他就是连续三年在奥斯瓦 赢了CP值最高的奖 然后他现在又叠价了 就我就不得不给第一名嘛 对吧 他虽然每年的批次会有一点点差别 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一点雪莉 就是颜色会比较黑一点 然后有一些比较浅 可是大部分那个艾伦的风格跟品质都在 就是你会喝到那种他们的风格 就是很香的果干 这样子就是很棒 啊 这个是蛮推荐的 一支威士忌 好 那我们来到1000到2000内的好喝威士忌 啊 我第五名会给飞鹰10年美国博文 Eagle Rare 然后他就是45%酒精浓度 油冷凝过粒跟五条色 美国博文的调性就是那种黑糖系列 可可跟木头像木桶的系列嘛 那这个飞鹰它的口感是比较 dry一点 就是有那种比较高级的波文的口感 就是口感干净又滑顺 然后他尾韵很长有那个像木桶的味道 就是那个 oak 然后如果你们知道 美国波文很少有超过 或是有高年分的的威士忌 所以这支我觉得CP值是蛮高的 然后它的价格啊1200而已 所以价格是蛮亲民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进入这个美国 波文的世界 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飞鹰 跟另外一个我以前有推荐过 就是那个卧服 这两个就是美国波文的金钱款 好 那第四名就是格兰艾勒奇12年 啊 它它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粒跟五条色 然后我发现的是新的这些 艾勒奇12年的版本 它颜色是越来越深的 这个代表就是 啊 用的雪莉桶是越来越多 就是比例是比较高 因为就是比利 Walker的手法 在这个新批的这些艾勒奇 是越来越明显的 就是那种 啊 传统的那个 呃 苏克兰雪莉炸弹 然后它的价格才1350 我觉得这个就很ok了 然后如果你怀念以前 格兰多纳的那个 比利 Walker的风格啊 我觉得你可以是这些艾勒奇了 好 那我第三名就是勒加威林8年 啊 它是48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 然后如果有调色 它应该没有放很多焦糖 因为 因为迪亚旧的那个赤讯很难找 可是 呃 我认为是没有很多了 因为它 它颜色超淡的 可是喝起来 它就是有那种 年轻活泼的 乐加威林的风格 就是很那种 神似的 呃 爱雷岛 泥美威士忌 减少了8年 加了5%酒精 然后减少了雪莉桶风格 可是呢 它就减少1000块台币 所以它比那个 呃 乐加威林16年 就是便宜了1000块 大概在1400吗 可是呢 这个就是我喜欢这个乐加威林8年 就是因为你可以喝到它 呃 它酒厂的那个酒体的品质 因为有一些就是 橡木桶的味道很重 所以你不会拼宁到他们的那个酒体的品质 可是这个就很在 它的个性就是很单调很直接 它就是 很冤勋泥美 然后很活泼的乐加威林 可是那个风格真的还在 所以他们做的是蛮成功的 好像是要给老涛享受的 好 那我们的1000到2000内的第二名 是波夏2013艾雷岛大麦 啊 这个就是50%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跟五条色 啊 其实布莱迪波夏 就是我目前其中一个最喜欢的 艾雷岛的酒厂 啊 原因呢 因为他们的聚讯很透明嘛 就是他们还特别写 他们用了什么麦啊 什么桶 然后全部都在酒标就很透明 这个对消费者是很好的 然后这次呢 它口感就是很特别 对我来讲 我来讲喝起来就是有那种 啊 海盐焦糖的风味 就是蛮浅浅的一支 威士忌 因为他们用的是爱雷岛啊 种出来的大麦 所以它有那种咸甜的味道 可是喝起来是蛮平衡的 然后它价格才大概在1500 左右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CP值很高的那种 独特风格的威士忌 如果你们想啊 有试到一些比较独特的威士忌 这个就是啊 呃 其中之一 好 那我们来到我们1000到2000的第一名 我今年选的是奎猎奇的亚马亦过铜 呃 它就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跟五条色啊 这支是蛮特别 因为它有经过一年的那个法国 亚马亦过铜 就是一年的过铜 然后它喝起来 它就是比较那种优雅的 是奎猎奇十三 所以它真的很做得很厉害 它的那个 十三年的风格还在 可是旁边的那些刺激感 它好像变比较柔顺 因为过同了一年的这个 亚马亦 然后闻起来 它还是有那种 奎猎奇的凤梨流味的感觉 其实喝起来 它真的啊 违韵是蛮特别 就是有那个亚马亦 就白兰蒂的味道 啊 很甜 然后回甘很很舒服 它就是大概在1800 我目前看到聚讯在网络 它应该是开心款 所以 所以希望他们会一直出这个 好 那我们来到 2000到3500的 推荐的威士忌 我在这个范围 我会推荐三个 第三名 我会选Buna Harbin 12年的铜墙 Castrank 它的酒精浓度是56到60.1% 它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我喝到的是2022的版本 嗯 它也是有出2023的版本 可是都还没买得到嘛 它口感就是那种 雪栗炸弹的Buna Harbin 12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喝Buna Harbin 12 啊 这个就是那个家常特别版本 口感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回甘一样咸甜 因为Buna Harbin 是一个艾雷岛的 啊 没有泥美的威士忌 可是还是有那个海风海水味在 我自己个人觉得 它在2800算是比较偏贵 希望价格会接近2000一些 我就会再买 好 那我2000到3500的第二名是 启侯门格姆湖2023 Lock Gorm 2023 它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 跟五条色 其后们其实是我另外一个 喜欢的艾雷岛的酒厂 因为一样 它资讯很透明 我在网路查这个 在查这个Lock Gorm的时候 它就直接写 它利用的是22的桶 然后年就是2023有8桶 2024的 有6桶 然后2015是8桶 所以总共这22个桶 过兑起来有1万 1万8匹 所以资讯很透明 这样子是最好的 这个启侯门 Lock Gorm 我认为 他们每年初会越来越好 因为启侯门算是满新的酒厂 天新 所以他们现在 呃 东西越来越稳定 所以以后 这个Lock Gorm 可能会越来越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2023 呃 很好喝了 它的风格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泥美 你闻起来 就感觉很自然 就是好像那种 啊 在农场下雨后的那个味道 就是很游击 Organic 然后很那个土地 啊 Earthly的 的那个泥美 真的很棒 有那种顶级 啊 泥美雪莉 威士忌的风格 而且它价格还蛮 OK的 才2300 然后如果你们知道 其后们就是 也是一个手工的酒厂 他们也是要在做地板发卖 然后在现场装品 满向云顶的 好 那我们来到2000到3000 5的第一名了 呃 我会选爱德麦康的 蓝木桶跟香槟桶 波乱娜 因为这两个就是 我蛮喜欢的 然后 反正都是同样的酒餐 就是我觉得两个的第一名也没差 啊 他们的酒精浓度都是原酒 所以是55%到57.11% 然后都是非冷凝过力 跟五条色 然后爱德麦康 就是我们OnlineSkartrisky Award 连续三年得到奖 基本上这家出的威士忌都很好喝 我也是喝过他们的桶枪 跟那个雪莉AD 你们也可以试试 那些都很好 可是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两款 啊 那时候在台北酒展 今年啊 那个爱德麦康的业务啊 经理啊 那个Kornel 有分享给我们喝这两瓶 我觉得这两个的风格就是最厉害的 就是完全不很相反 啊 香槟桶是比较优雅一点 然后啊 蓝木酒是比较脏型 就是比较复杂 比较多泥美 所以他们好像是营养的那种 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真的还蛮有个性的良品 啊 好像明年一月才会出这个蓝木酒 所以我会等待他 啊 我认为应该不会超过3000 好 那我们来到3500以上的 呃 威士忌推荐 在这个范围我会推荐三款 啊 第三名我会给高远起48年的机场版 啊 他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滤跟五条色 然后这个的特别 这个机场版的特别 他就是有用比较多的初次学历去勾兑的 然后他的风格是比较饱满加 加强版的那个普通的18年 因为普通的18年才43% 然后也是有冷凝过滤过 我觉得机场版本 为什么没有变成普通版 因为这个呃 真的是蛮好喝的 可是他价格是蛮贵的 5000块 好像普通的的版本 就是43%的啊 才3000多吧 可是呃 这个真的很很不错 因为他们用的一些材料是比较不错 我对于那个机场的威士忌 是蛮小心的 因为大部分的机场的东西 就是不是给老涛买的 其实他这是拿来送你的 因为包装很好看 呵呵 然后就会比较送面子的感觉 然后这个高原骑士 这个18年真的很不错 他就是有那个冤勋石南花的味道 就是啊 高原骑士的那个那种风格 好 好那我们来到3500的第二名 我会给云顶12年的桶墙 Batch 24 第24版 啊 他是54.2%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利根5条色 好 那我们都知道今年那个 市场是变冷了 呵呵 所以很多投资客或是什么样 就好 反正我今年终于有买到这只啊 云顶在橡木桶买到 以前是基本上买不到 然后价格我买到5650 然后我是有去品酒会分享 他这个就是有利用60%的波本桶 然后40%的旋律 跟云顶10年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他就是家常版 多两年 然后酒精浓度蛮高 如果你喝到这个云顶12年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只威士忌这是有用心去做 云顶你们都知道在奥斯瓦 他们连续三年得到了 最厉害的酒厂 然后今年就拿到了最好 云顶10年是赢了 所以你就知道啊 虽然他很贵 可是老他们还是肯去买他 肯去花那个钱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品质在 好 那我们来到3500的第一名了 好 我今年选的是 七哥伦八年的雪丽铜墙 他的酒精浓度是58.1 然后非冷凝过力跟五条色 你们知道齐克伦 就是云顶的另外一个酒厂 所以他们一样都是手工的 然后这只雪丽八年 远九 我目前觉得齐克伦是最好喝的 开心的 价格 以前好像去年真的是买不到 大概在四千 啊其实在国外 如果你有去日本啊 或是去去那个苏格兰那边 或是去美国 他是比较便宜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 是比较贵 这只就是 有Compare 真的雪丽炸弹风格 他真的很棒 我这只目前是蛮喜欢的 可是就是价格是比较高 可是如果你们可以接受 那我就也推荐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年2024推荐的一些好喝 威士忌那我祝你们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跟祝你们身体健康 好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